Bungolia新推出的Premium Drawstring Backpack 第四代已經新鮮出爐了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次第四代用了不同的布料做配搭 所以看上去是更有層次和新鮮感的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產品 第一樣就是這個 看上去是非常帥的手抽 今次我們用了一個積繩的設計 摸著的時候甚至抽著的時候 手感都是相當好的 我們打開扣子之後 抓住兩旁 我們一拉就已經可以很輕易打開到袋子了 因為平時的索繩袋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 摸進去就不舒服了 但我們現在多了這個手抽就很好 前面這裡就用了一個Mesh布袋 打開了之後 非常方便 這樣就已經可以放到一雙藍裝鞋進去 相當之多的這個位置 好了 前面了 前面這裡就是一個Quick Access的位置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小小的用品 太陽眼鏡、紙巾等等 放在前面的 好了 不可缺少的就是我們最受歡迎 旁邊兩旁 有兩個位置 我們可以放到水瓶 還有呢 就是遮瑕的 我剛才呢 就試過很貪心的 放完把遮瑕之後呢 再放多一瓶細水進去 都是沒有問題的 後面了 後面這裡呢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好 有多大呢 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放到不同大小的iPad 都是可以拉起來的 非常之多容量的 好啊 一起看看裡面先 其實呢 裡面這個位置呢 我已經是放了一件 成年人的衛衣 還有些什麼呢 就是這個 細格仔 細格仔呢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可以放到 鎖匙啊 或者一些重要一點的物品 就放在這裡 再收起來 就覺得特別安心了 裝了這麼多東西之後呢 你可能都會擔心 把帶子拉住的時候 肩膀會不舒服啊 不要緊要 因為我們有一個 detachable的shoulder pad 在這裡呢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加上去 那揹著在肩膀上 就不會不舒服了 還有就是 你可能會怕 在踩單車的時候 行山的時候 那條帶可能會滑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有這個 叫做chust strap 可以讓你再接住 就更加安全了 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新加了一個 特別功能的喔 就是一個 外置的網袋 就是很多的客人 其實之前都會問我們 那個袋 其實夠不夠大 放得下一個籃球 哇 一個籃球這麼大喔 就算放得下 進袋裡面 放完之後 你也放不到其他東西啦 是不是 好 那你會看到這個 外置的網袋呢 就有一個索繩 還有有四個扣 在四邊的喔 我們很輕易地打開了 口子之後 就可以滾藍球進去 塑好繩子 上面的位置 這裡有兩個金屬扣 我們就可以把它扣在上面 好了 上面扣完之後 下面這裡 有個圈圈 好了 扣完那四個圈圈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藍球網袋 和背包 融為一體 PREMIUM DRAW SPRING BACKPACK 第四代 有三款的顏色 分別有灰色 綠色 和黑色 三款的顏色 都已經上齊貨了 快點上網訂購吧